12月1日 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 在京举办首映发布会 影片导演成儿 携主演葛优 杜纯 钟心童 严妮 霍思燕 杜江 黄传军 旅行等悉数出席 值得一提的是 之前看过《罗曼蒂克消亡史》的预告片之后 很多网友直呼 很特别 但是看不懂 发布会上 导演成儿给出了解读 《罗曼蒂克消亡史》 主要就是它的字面意思 就是文字本身的意思 就是《罗曼蒂克的消亡史》 您就是这么解释了 其实你如果要再说多一点 可能就是说那一切美好的事物 一种繁华时光的流逝 而且让我们喜爱的是 它的一个消散的过程 发布会上 霍思燕杜江夫妇一同亮相 现场也是大把的撒狗粮 谈及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 霍思燕现场表示 在电影中是罗曼蒂克担当 我觉得真的我们俩现在感情还挺好的 然后还有热热的感觉 可以把它拍下来 记录在影片里 然后我觉得我们是在电影里 算是罗曼蒂克的担当吧 他在电影里饰演 之前采访有很多朋友问的 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我也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应该是 他是我这个人物的第一个女人 也是呢 也是就不知道吧 你也可以说 他是我最后一个女人 对对对 此次发布会 出品方首先为即将本命年的杜纯 送上红内裤 片中的沙尔淳也在现场 大秀内裤外装造型 能现场游泳器把红内内穿起的 估计为纯歌一人了 着实有点辣眼睛 在本片中 扮演上海滩交付的格优 可谓实至名归 在现场是一点点都不剧透啊 现场更是透露 刚开始拍戏 学上海话是拒绝的 当时拍摄之前说上海话 我是拒绝的 我说别说了 因为你再说的 我听说那个上海人 说这个如果不是从上海出生的 他后去的十年他都说不出 有没有这事 都能听出来 有 真是这样 所以说你很绝望 所以说地道了 我看她 我看她 看她